为什么不买纯电车? 续航太短,充电太慢,长得太丑 要不你们看看这个怎么样 小鹏G6是搭载浮药架构下的首款车型 那这个浮药架构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日后推出的所有车型 都有800伏架构,标配3C电芯,补能烧 可以实现充电5分钟,续航200多公里 这在同级别独一份 其次就是OTA速度更快 可以使得每个车主都能享受到最新的体验 车头前脸没什么好说的了 家族式的设计,激光雷达也融入在灯组之中 车人尺寸上,4753的车长,轴距2890 包括车宽和车高,整体数据非常接近于特斯拉的Model Y 甚至轴距都一样,而且作为一个轿跑SUV 采用的是溜背式三原设计 整体的车身重心非常低,呈现出俯冲的姿态 给人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 短前旋,短后旋,四伦四角的设计 50比50的前后轴盒比也更偏相应于架控 并且搭载的是米其林PS4的轮胎 这款胎的特性就是架控 也比较符合轿跑SUV的这么一个定位 那么来到车尾,车尾是有一个自适应的升降尾 暂且不管它能提供多少加压力 但是速度一到,尾一升 整个行车姿态还是非常优扬 我们坐进车内,大面积采用超细纤维绒面这么一个材质 我不知道摄像机拍出来什么效果 但是从我肉眼看上去,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 非常有高级感 然后仪表台是一个重新的设计 仪表盘嵌入其中 搭配15寸的一个中控屏,营造出一定的科技感 然后方圆盘采用一个异性的设计 上面影响视野 下部还能保留充足的腿部空间 左侧的这个区域目前是一个空调调节 但是可以自定义 调整开关后备箱,360都是可以实现的 右侧是一个多媒体控制按键 几乎可以满足车主的任何需求 然后我们往下看 其实整体布局就和大哥G9比较相像了 有两个无线充电板 目前市面上无线充电板 要么充电慢 充完电还发烫 烫的都能煎鸡蛋 但是这个呀 50瓦充电速度足够快 并且还带通风 这一点呢 甚至由于自家大哥G9 毕竟G9是一个15瓦 不带通风 单边的一个无线充电板 不知道G9车主听到这 会不会哭音在厕所 这个座椅采用超级纤维绒面 加上有机硅的双拼材质 整个触感非常亲肤 这个坐垫长度 我认为是要比自家的P7 要更长一点 并且所以乘托也非常不错 整个乘坐收入度还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正于下车 可以看到 这采用的是一个电控开门 也是比较符合时下的潮流 那么作为一台轿跑SUV 我们都好奇它的后排空间怎么样 我给你把三身高 坐在车里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整个垂向空间 但是要比特斯拉Model Y多出21毫米 头部空间 我个人认为 比之前我现在体验的EC7还要优秀 因为EC7会顶后脑 但这个不会 坐垫长度尚可 并且它的靠背角度是可以调的 不过是一个手调 交互能力有所提升 我们刚好坐在后排看一下 全场景四云区到底什么水平 你好小屁 打开后排车窗 打开后排空调 调高温度 OK 整个操作行云流水 就是这样 静态体验下来 小鹏G6乘坐输入度 并不比G9输多少 毕竟对于小鹏来说 G6至关重要 也没什么好藏着一页了 到了亮剑时刻 那么小鹏G6能够卖得好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对于目前消费者的需求来说 非常简单粗暴 就是你能带给我什么 所以说其他友商在拼命的宣传冰箱采电 甚至都要把洗衣机办到车里的时候 小鹏还在拼命的搞技术 这一点我还是非常钦佩的 目前一直小鹏G6两个版本车型 两驱版和四驱版 两驱搭载66度的零酸铁锂电池 四驱版本车型 搭载87.5度的三元锂电池 最大输出功率358千瓦 峰值扭矩666米 最长续航755千米 要知道特斯拉长驱版本 搭载78.4度的电池 续航也仅有660千米 最后福耀架构还有一个点 就是成本大幅度的降低 那么大家认为定价多少比较合适呢 目前已知的是特斯拉Model Y 售价在26万到36万元左右 那么我认为这台小鹏G6 定价会在25万到30万左右 大家认为这个售价会有优势吗 好了感谢收看本期贤车 我是一翔 我们下期再见